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活小百科 今天带大家认识马英丹 马英丹,别名马英丹 五色梅,五彩花 臭草,如意草,七变花 五龙兰,五色绣球 变色草,臭花草,五雷丹 头晕花,珊瑚球,龙船花 臭金凤,四仔花,发疯花 是一种颇受民众观赏的花卉 属于忍冬科的植物 它们生长在温暖的气候中 被作为种植室内或室外的花卉 因为它们的颜色鲜艳 花期长,易于照料 是装饰花园,庭院和室内空间的理想选择 马英丹的特点包括 枫树颜色丰富 马英丹风的颜色非常丰富 包括红色,粉红色,橙色,紫色,白色等多种色调 这使它们成为花园中的一道靓丽风景 彩业变化 部分品种的马英丹具有彩叶特性 叶片在不同的生长阶段或环境条件下 会呈现不同的色彩 增加了观赏价值 花期长 马英丹的花期相对较短 一般可以开花数月 从春季持续到秋季 睡眠墙 马英丹对生长环境的睡眠 容易照料 马英丹的栽培相对简单 不需要太多的特殊照料 保持适当的胶水和肥料即可 繁殖容易 马英丹可以透过种子或扦插繁殖 种子发芽快速 扦插也容易成功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马英丹是美丽的观赏花卉 但它们的叶子和花朵对人和宠物有毒 含有有害的化学物质 因此在种植和观赏时应当小心 如果您有宠物或幼童在家 最好将马英丹放置在无法接触的地方 总的来说 马英丹是一种美丽而多彩的观赏花卉 适合在花园、庭院或室内空间种植 但需要注意叶子和花朵的毒性 如果您对种植马英丹有兴趣 建议仔细阅读相关的种植指南 以确保它们能够健康茁壮地生长 另外从传统中医的角度来看 马英丹被认为具有一些潜在的好处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科学研究在这方面尚属有限 以下是一些传统上与马英丹相关的健康益处 清热解毒 在中医中 马英丹被认为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可以用来治疗一些热性疾病 如感冒、喉咙痛等 消炎止痛 马英丹被用来作为抗炎和止痛的药材 可以缓解关节炎等疼痛和炎症性疾病 舒缓皮肤问题 一些外用的马英丹制剂被应用于舒缓皮肤狠痒 烧伤、红肿等问题 具有一定的舒缓和消炎作用 助消化 马英丹在一些中药处方中被用来帮助促进消化 减轻胃部不适感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好处主要基于传统中医理论 并未经过充分的科学研究和证实 如果您有健康问题 建议咨询专业医生或中医师的意见 不要自行使用药材治疗 此外 马英丹的叶子和花朵对人和宠物有毒 含有有害的化学物质 因此在使用时应小心 如果您打算使用马英丹作为中药或药材 请确保遵循专业医生或中医师的建议 避免过量使用或不当使用 以上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